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天氣呢 現在早晚是比較轉涼了 有些人想要泡湯 但是我們來看在宜蘭郊西的公共溫泉池 被民眾投訴 說好髒啊 這個長期沒有人管理 池底累積了厚厚的污垢 用手一挖一看啊 全部都是泥巴 瞬間白色的溫泉都被染黑 這個東西在泡澡 你不會痛心 廣溫泉池裡隨手一挖 兩手就是黑黑的污泥 原先淡白色的水質全變成黑色 一旁還有疑似動物的屍體 漂浮在水面上 甚至還有民眾丟棄的內褲也在裡頭 就是全是污泊 不是污泥 污泊跟污泥是有差別的 民眾不斷地從池池裡頭挖起污泥 嚇得一旁連泡湯的老人家 興致都沒了 這裡是宜蘭礁溪的公共溫泉池 任何民眾都可以使用 但似乎沒有人在管你 要動心過來起污泥 在不起污泥的一件 要用來改善 安裝回省這時候 不管是誰要管 污泥誰要清 但泡湯的季節就快要到了 靠著泡湯文明的朝夕 如果讓人看到這副 噁心的景象 朝夕溫泉湘的美名 恐怕也要被打上一個大吻號 中天新聞林一生 黃旋洋宜蘭財寬報導